這幾十年在電影裏面 頭一次接觸到的題材 當導演來找我的時候 我腦一片空白 我都不知道到底怎樣 所以我等了幾個月後才答應 經常來這裡 你的樣子就像結婚 我以前這二十多年 每天踩十八小時 我不是酒保 看你們兩個 總共也不止十年了 為什麼不下車?不捨得我? 我不是每一部電影都跟我太太有談的 是這部電影 看看她的什麼意見 去看劇本 她看完之後 她很喜歡這樣的極力推薦我 反而我的子女 她就說 老爸你到底行不行? 我的兒女看我的電影都是電視 舊片 不是被人租失 而是被人打 被人做一些古靈精怪 喜劇就有了 這次是這麼正式做一個 這麼內斂的電影 這次叫做主角戲 是很完整從頭到尾 都是我去發揮 那她覺得 這個老爸 你怎麼會知道呢? 沒可能的 我兒子回來 我不跟你談 下次再約你 我第一次接觸這部電影 又是我醫生人 在影業生涯裡 是一個大突破 拍完這部電影之後 有這麼多人認同 表示你就是劇本裏面的阿柏 給他們認為 很貼切 這是我對自己一個 很大的安慰和快感 我在那裏 是在進步的 機器 器材 和劇種一直提升 以前的古惑仔片 僵屍片 動作片 我覺得那些是商業電影 我相信以後都會著重在 比較人性化 比較在社會上關注的議題為主 現在的新進導演 是由他們的想法 舊的導演是怎樣呢 以前的導演就是經驗好 新的導演可能去控制 他的預算 他的成本就比較沒有那麼準確 應該都不會差過以前的導演 因為以前導演拍的都是動作片多嘛 好像最近香港有拍了好幾部都是 小成本和廣島野有意思的電影 我也祝福香港 沒問題的香港根本是 香港東方的荷里活 香港可以代表 全部都在還有 北京 北京 香港 我 有